金平梅秀向崇真本第89回清明杰寡妇上心坟永福四夫人逢故主词曰 家人命薄探艳带红粉几多黄土 岂是老天魂不管好物随人自取 既富交融又全会性却浅清归去 不凭如此问天天更不语 可惜国色天香随时飞泻埋没金如许 借问繁华何处在 多少楼台歌舞 紫墨春游 绿窗婉秀 姊妹娇眉舞 人生诗意 从来无问筋骨 又调翠楼银 话说岳娘次日备了一张桌 并明指尺头之类 大姐身穿校服 坐轿子 先叫薛嫂鸦记礼到陈宅来 只见陈静记正在门守站立 便问 是那里的 薛嫂到了万福 说 姐夫 你修推不支 你账母家来与你爹烧纸 送大姐来了禁记便道 我鸡巴操的才是账母 正月十六天门神来迟了半个月 人也入了土 才来上纪薛嫂道 好姐夫 你账母说 寡妇家没缴谢 不知庆家灵就来家 迟了一步 修怪正说着 只见大姐轿子落在门守 静记问 是谁 薛嫂道 再有谁 你账母心内不好 一者送大姐来家 二者竟与你爹烧纸 静记骂道 趁早把淫妇抬回去 好的死了万万千千 我要她做甚么 薛嫂道 常言道 嫁夫卓主 怎能说这个话 静记道 我不要这淫妇了 还不与我走 那抬轿子的只顾站立不动 被静记向前踢了两脚 骂道 还不与我抬了去 我把你花子脚砸折了 把淫妇闭毛都薅尽了 那抬轿子的见她踢起来 只得抬轿子往家中走不迭 笔及薛嫂叫出她娘张氏来 轿子已抬去了 薛嫂儿没奈何 叫张氏收下纪礼 走来回复吴月娘 把吴月娘气得一个发昏 说道 那个没天理的短命求根子 当初你家为了官事 搬来丈人家居住 养活了这几年 今日反恩将仇报起来了 只恨死鬼当初懒得好货在家里 弄出事来 到今日教我做臭老鼠 教她这等放屁辣骚对着大姐说 孩儿 你是眼见的 丈人 丈母那些儿亏了她来 你活是她家人 死是她家鬼 我家里也留以留你 你明日还去 休要怕她 料她嫌你不到井里 她好胆子 横世杀不了人 难道世间没王法管她也怎的 当晚不提 到次日 一顶轿子 交代安儿跟随着 把大姐又送到陈静记家来 不想陈静记不在家 往坟上替她父亲添土疊山子去了 张氏之礼把大姐留下 对着戴安说 大官到家多多上父亲家 多谢祭礼 休要和她一般见识 她昨日已有酒了 故此这般 等我慢慢说她一面管带戴安儿 安抚来家 至晚 陈静记坟上回来 看见了大姐就行踢打 骂道 淫妇 你又来做甚吗 还说我在你家吃饭吃 你家收着俺许多香龙 因此这大产业 不到的白养活了女婿 好的死了万千 我要你这淫妇作甚 大姐一骂 没廉耻的求根子 没天理的求根子 淫妇出去吃人杀了 没得今拿我煞气 被静记扯过头发 尽力打了几拳头 她娘走来解劝 把她娘推了一跤 她娘叫骂哭喊 说 好求根子 红了眼 把我也不认得了 到晚上 一顶轿子 把大姐又送江来 吩咐道 不讨将寄放庄莲香龙来家 我把你这淫妇活杀了 这大姐害怕 躲在家中居住 再不敢去了 这正是 谁知好事多更便 一念翻成怨恨眉 这里不去 不提 且说一日三月清明佳节 吴月娘备伴相逐 金钱明指 三生祭物 抬了两大石盒 要往城外坟上与西门庆上新坟祭扫 留下孙雪娥和大姐 众丫头看家 带了孟月娄和小玉 并奶子如意儿抱着笑歌儿 都坐轿子往坟上去 又请了吴大舅和大镜子二人同去 出了城门 只见纳交原野矿 景物芳飞 花红柳绿 侍女游人不断 一年四季 吴过春天最好景致 日未知历日 风未知和风 吹流眼 战花心 拂香尘 天色暖 未知轩 天色寒 未知撂翘 骑的马 未知宝马 坐的轿 未知香车 行的路 未知方静 地下飞的尘 未知香尘 千花发蕊 万草生芽 未知春信 韶光淡荡 书景融合 小桃身装脸妖娆 嫩柳鸟宫妖细腻 白转黄黎惊回五梦 树生紫燕说破春愁 日书长暖枣鹅黄 水渺茫浮香压绿 隔水不知谁怨落 秋间高挂绿阳烟 端的春景果然是好 有诗为证 清明何处不生烟 郊外微风挂至前 人笑人歌芳草地 乍情乍雨兴花天 海棠之上棉英语 杨柳低边最克棉 红粉佳人蒸话板 采绳瑶帅学飞仙 胡月娘等轿子到五里园坟上 戴安压着石盒 先到厨下升起火来 厨艺落座整理不提 月娘与玉楼 小玉乃自如意儿抱着笑歌儿 到渔庄院客座内坐下吃茶 等着吴大镜子 不见到 戴安向西门庆坟上祭台儿 摆设桌面三升 更犯祭物 列下纸钱 只等吴大镜子 原来大镜子雇不出轿子来 约已排十分 才同吴大就雇了两个驴儿骑将来 月娘便说 大镜子雇不出轿子来 这驴儿怎的齐 一面吃了茶 换了衣服 同来西门庆坟上祭扫 那月娘手粘着五根香 自拿一根 第一根与月楼 又第一根与奶子如意儿 剔笑歌上 那两根地语无大就 大镜子 月娘插在香炉内 深深拜下去 说道 我的哥哥 你活时为人 死后为神 今日三月清明佳节 你的孝妻无视三姐 孟三姐和你周岁孩童笑歌儿 竟来与你坟前烧一抹前指 你保佑他长命百岁 替你做坟前拜扫之人 我的哥哥 我和你做夫妻一场 想起你那模样儿 并说的话来 是好伤感人 也败臂 也面痛哭 玉楼向前插上香 也深深拜下 同月娘大哭了一场 玉楼上了香 奶子如意儿抱着歌 哥哥也跪下上香 磕了头 吴大舅 大镜子兜住了香 行必礼数 戴安把钱指烧了 让到庄上卷棚内 放桌洗摆饭 收拾饮酒 月娘让吴大舅 大镜子上座 月娘与月楼下陪 小玉和奶子如意儿 同大镜子家使的老姐兰花 也在两边打横裂座 把酒来针 按下这里吃酒不提 却表那日周守备府里也上坟 先是春梅隔夜和守备睡 假推做梦 睡梦中哭醒了 守备慌的问 你怎的哭 春梅便说 我梦见我娘向我哭泣 说养我一场 怎的不与她清明寒食烧纸 因此哭醒了守备道 这个也是养女一场 你的一点孝心 不知你娘坟在何处 春梅道 在南门外永福寺后面 便是守备说 不打紧 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 明日咱家上坟 你叫半当抬些祭物 往那里与你娘捎分纸钱 也是好处至次日 守备令家人收拾十盒酒果祭品 进往城南祖坟上 那里有大庄院 厅堂 花园 想堂 祭台 大奶奶 孙二娘并春梅 都坐四人轿 排军喝路 上坟耍子去了 却说吴岳娘和大舅 大镜子吃了回酒 恐怕晚来 吩咐戴安 莱安儿收拾了十盒酒果 先往杏花村酒楼下 见高富去处 人烟热闹 那里设放桌席等候 又见大镜子没轿子 都把轿子抬着 后面跟随不坐 领定一蹴男女 吴大舅牵着驴儿 压后同行 踏青游玩 三月桃花店 无礼杏花村 只见那随路上坟游玩的 王孙侍女 花红柳绿 闹闹喧喧 不知有多少 正走之间 也是何当有事 远远望见绿槐营里 一座安苑 盖造得十分齐整 但见 山门高耸 范宇清幽 当头赤鹅自分明 两下金刚形势猛 五间大殿 龙陵瓦 气壁成行 两下僧房 规备摩砖花见凤 前殿素 风调雨顺 后殿攻过去未来 中古楼森利 藏金阁威鹅 齐甘高峻 接青云 宝塔依稀亲碧汉 木鱼横挂 云板高悬 佛前灯竹银黄 炉内香烟缭绕 壮旗不断 观音殿街祖师堂 宝盖相连 鬼母未通摩汉殿 时时护法诸天将 岁岁降摩尊者来 吴月娘便问 这座寺叫做什么寺 吴大就便说 此事周秀老夜香火苑 名唤永福禅林 前日姐夫在日 曾舍几十两银子 在这寺中重修佛殿 方氏这般新鲜 月娘向大镜子说 咱也到这寺里看一看 于是领着一簇男女 进入寺中来 不一时 小沙弥看见 暴雨长老知道 见有许多男女 便出方丈来迎请 见了吴大就 吴月娘 向前和长到了问讯 连忙换小和尚 开了佛殿 请施主菩萨随喜游玩 小僧看查 那小沙弥开了殿门 领月娘一簇男女 前后两郎参拜光看了一回 然后到长老方丈 长老连忙点上茶来 吴大就请问长老道号 那和尚答说 小僧法名道歼 这寺师恩主率府 周爷相伙愿 小僧田在本寺长老 廊下管百时重僧行 后面禅堂中 还有许多云游僧行 常时坐禅 与四方谈月达报功德 一面方丈中摆斋 让月娘 众菩萨请坐月娘道 不当打搅长老宝刹 一面拿出五钱银子 交大就地语长老 佛钱请香烧 那和尚打问讯谢了 说道 小僧无甚管带 施主菩萨烧作 略被一馋而已 和劳费心赐予布施 不易食 小和尚放下猪儿 拿上素菜摘石饼散上来 那和尚在旁陪坐 采取猪儿让众人吃食 忽见两个亲衣汉子 走得气喘吁吁 暴雷也一般暴雨长老 说道长老还不快出来迎接 府中小奶奶来祭祀来了 慌得长老披袈裟 带僧帽不迭 吩咐小沙迷连忙收了家活 警猎为菩萨且在小房避避 打发小夫人烧了纸 祭避去了 在款作一会不迟 吴大就告辞 和尚死活留住 又不肯放 那和尚慌得鸣起钟鼓来 出山门迎接 远远在马道口上等候 只见一族亲衣人 围着一城大叫 从东云飞搬来 教府走得各个汗流满面 衣衫皆失 那长老公生合掌说道 小僧不知小奶奶前来 礼合远街 接待迟了 万物见罪 这春梅在教内达到 启动长老那手下办当 又早向寺后金莲坟上 忙将寄桌纸前来摆设下 春梅轿子来到 也不到寺 进入寺后白杨树下金莲坟前下轿 两边亲衣人伺候 这春梅不慌不忙 来到坟前摆了箱 拜了四拜 说道 我的娘 今日庞大姐特来与你烧墨纸钱 你好处升天 苦处用钱 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 奴随问怎的也取来府中 和奴坐一处 还是奴耽误了你 回以示持了说币 令左右把钱纸烧了 这春梅向前放声大哭不已 吴月娘在僧房内 只知有宅内小夫人来到 长老出山门迎接 又不见进来 问小和尚 小和尚说 这四后有小奶奶的一个姐姐 心进葬下 今日清明节 特来祭嫂烧纸 孟月楼便道 怕不就是春梅来了 也不见得月娘道 她那德哥姐来死了 葬在此处 又问小和尚 这府里小夫人姓什么 小和尚道 姓庞 前日与了长老四五两金钱 交替她姐姐念经 剑拔升天月楼道 我听见她爹说 春梅娘家姓庞 叫庞大姐 莫不是她 正说话 只见长老先来 吩咐小沙迷 好看好茶不易时 轿子抬进方丈二门里才下 月娘和月楼众人 打僧房连内望外张看 怎样的小夫人 定睛仔细看时 却是春梅 但比稀释出落的长大身材 面如满月 打扮得粉装玉琢 头上戴着官儿 朱翠堆满 奉拆半屑 上穿大红装花袄 下着翠蓝履金宽蓝裙子 带着叮当进步 比稀不同许多 但见 宝记巍峨奉拆半屑 胡珠黄耳边低卦 金条封并后双拖 红袖袄衬衬衫肌 翠纹裙下印金脸小 行动处 胸前摇响玉叮当 坐下时 一阵涉蓝香喷鼻 一粉装成薄梗 花垫巧贴眉间 举止惊人 冒比幽花疏离 姿容显雅 兴如蓝会温柔 若非起格生成 定是蓝房长旧 眼若子府穷姬离避汉 宛如蕊公仙子夏成桓 那长老上面独独安放一张工作椅儿 让春梅坐下 长老参见已毙 小沙迷拿上茶来 长老递茶上去 说道 今日小僧不知小奶奶来这里祭祀 有时迎接 旺旺恕罪春梅道 外日多有启动长老诵经追见 那和尚说 小僧岂敢 有甚殷勤补报恩主 多蒙小奶奶赐了许多钱衬师 小僧请了八仲禅僧 整座道场 看经理颤一日 晚夕又与他老人家装些香酷逢话 道场圆满 才打发两位管家进城 宅里回小奶奶化春梅吃了茶 小和尚接下钟展来 长老只顾在旁一地一句与春梅说话 把吴月娘众人拦阻在内 又不好出来的 月娘恐怕天晚 使小和尚请下长老来 要起身 那长老又不肯放 走来方丈禀春梅说 小僧有件事禀知小奶奶春梅道 长老有话 但说无妨长老道 世间有几位游玩娘子 在寺中随喜 不知小奶奶来 如今他要回去 未知小奶奶遵义如何 春梅道 长老何不请来相见 那长老慌的来请 吴月娘又不肯出来 只说长老不见罢 天色晚了 俺们告辞去了 长老见收了他不失 又没管带 又意不过 只顾再三催促 吴月娘与孟月楼 吴大镜子推阻不过 指得出来 春梅一见便道 原来是二位娘与大镜子 于是先让大镜子转上 花枝招展磕下头去 慌得大镜子还礼不迭 说道 姐姐 今非昔比 折杀老身 春梅道 好大镜子 如何说这话 奴不是那样人 尊卑上下 自然之礼拜了大镜子 然后向月娘 孟月楼插竹也四颗头 月娘 月楼意欲还礼 春梅那里肯 扶起 磕下四个头 说 不知是娘们在这里 早知也请出来 相见月娘道 姐姐 你自从出了家门 在府中 一向奴多缺礼 没曾看你 你休怪春梅道 好奶奶 卢那里出身 岂敢说怪 阴见奶子如意儿抱着笑歌儿 说道 哥哥也长得嫩大了 月娘说 你和小玉过来 与姐姐磕过头儿 那如意儿和小玉二人笑嘻嘻过来 一语春梅都平磕了头 月娘道 姐姐 你受她两个一礼儿 春梅向头上拔下一对金头银簪儿来 插在笑歌儿帽儿上 月娘说 多谢姐姐三儿 还不与姐姐唱个诺儿 如意儿抱着歌 争个与春梅唱个诺 把月娘喜欢得要不得 玉楼道 姐姐 你今日不到寺中 咱男们怎得遇在一处相见春梅道 便是因俺娘她老人家 心埋葬在这寺后 奴在她手里一场 她又无亲无故 奴不记挂着替她捎张纸儿 怎生过得去月娘道 我记得你娘没了好几年 不知葬在这里梦玉楼道 大娘还不知庞大姐说话 说的是潘六姐死了 多亏姐姐 如今把她埋在这里月娘听了 就不言语了 吴大镜子道 谁是姐姐这等有恩 不肯忘旧 还葬埋了 以逢竭令提念她 来替她捎钱画纸 春梅道 好奶奶 想着她怎生抬举我来 今日她死得苦 这般抛路丢下 怎不埋葬她 说必 长老教小和尚放桌儿 百摘上来 两张大八仙桌子 蒸苏点心 各样素赚菜书 堆满春台 绝系春牙雀舌 甜水好茶 众人吃了 收下家活去 吴大舅自有僧房管带 不在话下 梦玉楼起身 心里要往金莲坟上看看 替她捎张纸 也是姊妹一场 见月娘不动身 拿出五分银子 交小沙迷买纸去 长老道 娘子不销买去 我这里有金银纸 拿几分烧去 玉楼把银子递与长老 使小沙迷领到后边 白杨树下金莲坟上 见三尺坟堆 一堆黄土 树柳青蒿 上了根香 把纸钱点着 拜了一拜 说道 六姐 不知你埋在这里 今日梦三姐悟到四中 与你烧莫钱纸 你好处升天 苦处用钱 一面放声大哭 那奶子如意儿 见月楼往后边 也抱了笑歌儿 来看一看 月娘在方丈内 和春梅说话 教奶子修抱了孩子去 只怕唬了她 如意儿道 奶奶 不妨是 我知道竟抱到坟上 看月楼烧纸哭罢回来 春梅和月娘匀了脸 换了衣裳 吩咐小伴 当将食盒打开 将各样细果甜食 摇品点信攒合 摆下两桌子 布纵内筛上酒来 银中芽柱 请大镜子 月娘 玉楼上坐 她便主位相陪 奶子 小玉 都在两边打横 吴大舅另放一张桌子 在僧房内 正饮酒中间 忽见两个轻衣 半当走来 跪下柄道 老爷在新装 拆小的来请 小奶奶 看杂耍调摆戏的 大奶奶 二奶奶都去了 请奶奶快去 离这春梅 不慌不忙 说 你回去 知道了那二人 硬落下来 又不敢去 在下边等候 大镜子 月娘便要起身 说 姐姐 不可打搅 天色晚了 你也有事 俺们去把那春梅那里肯放 只顾令左右将大钟来劝道 咱娘们会少离多 彼此都渐长着 休要断了这门亲路 奴也没亲没故 到明日娘的好日子 奴往家里走走去 月娘道 我的姐姐 说一生儿就勾了 怎敢启动你 容易日 奴去看姐姐去饮过一杯 月娘说 我酒勾了 你大镜子没轿子 十分晚了 不好行的春梅道 大镜子没轿子 我这里有跟随小马儿 拨一匹与镜子骑 关了家去 大镜子再三不肯 辞了 方一面收拾起身 春梅叫过长老来 令小伴当拿出一匹大步 午前银子与长老 长老拜谢了 送出山门 春梅与月娘拜别 看着月娘 御楼众人上了轿子 她也坐轿子 两下分路 一簇人名随贺道 往新庄上去了 正是树叶还有相逢时 岂可人无的运石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